大家好 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养多幼的老师傅 跟他写了好多关于养多幼的这方面的基石 现在是五月份了 是季节的转换 我们养护多幼应该注意什么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老师傅教给我的经验 在春季空气湿度高 多幼进入生长阶段 随着气温慢慢的上升 季节的转换 我们养护多幼应该注意什么 防止出现叶片脱落 静干黑腹的情况发生 严重的话 整颗干枯出现静干黑腹 一般情况下都是有一些 弑菌或者是病菌感染导致的 所以在季节的转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杀菌 以防病害的发生 老师傅说 使用晒孵显 这种小白药 只要撒一点在盆头的表面就行了 而且是内吸型的 平时我们浇水它会慢慢的溶解到土壤里面 多幼会吸收 同样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同时为了提高多幼的抵抗能力和抗病性 我们用SB101天涯活力素 一对500毫升的水把它装到喷雾里面充分的摇晃均匀 每隔10天给它喷洒 可以激发多幼里面的一些生长细胞 提高它的活性和活力 增强它的光滑作用 还可以促进土壤中的一些有益微生物生长 遏制有害菌的生长 减少病菌 这样能提供给多幼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这个多幼才能健康的生长 施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潜营养的多幼中用食用肥 这样多幼不涂长 养护很容易出脏态 好了 再见